第十名制上路 虽然价格压低到了一季100元 但是有网友就实际来比较 还是比起许多的国家贵上了好几倍 像是马来西亚 一季只要30到35元 那么泰国一季也是45块钱 德国一季也只要大约32元台币 民众就怒轰 不懂政府在搞什么 防疫物资不是应该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价格要更合理吗 民众一早冒着风雨 撑着散在药局门口排队 抢买快筛试剂 不只有家长扑空 更有民众对价格很不满 用我们纳税的钱 请买不到50块 现在卖给我们100块 对吗 这个政府对吗 尽管国内推动快筛 实名制压低价格 5季500元等同一季100元 但网友实际比较 其他国家快筛价格 台湾人比越南西班牙还贵 更别提马来西亚 一季只要30到35元 泰国一季45元 德国一季1欧元 约台币32元 而当地政府还开放 每人一周可到快筛站 免费裁检一次 对比台湾现况 海外国人都看不下去 这种东西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不是应该价钱要更合理 而不是把它提高来卖 现在政府是要靠这个来赚钱吗 快筛试剂的话 应该由政府主动购买以后 发给有风险的人去使用 而不该卖给老百姓 这就有点要土力厂商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做法 对于民众抱怨快筛 市集价格仍不够亲民 陈时中也做出回应 那又是另外一种财务的考量 避免过度的使用 陈时中强调征收的快筛 采购价分别为74元和95元 扣掉运费大概比成本价还要低 以量足价稳的方式进行 这样的说法 网友却很不买单 更奉刺是少量足高价稳 标准的饥饿行销 记者王志文 陈嘉伦 台北采访报道